晚清三劫 曾国藩 左宗棠 彭玉玲全传 作者 徐哲深 第九五回 死绝也真个抄家 嫌总督欣然做法 四川总督刘炳章 接到奎州府汪剑的炳帖 不绝大惊失色 急命戈士哈传剑那位代理营物处陈时清 那只陈时清仍然推说有病 不肯应召 刘炳章没法 只好拍了份密店去请公亲王的事 要想把那重大责任交给公亲王去付 原来那个时候 咸丰皇帝的亲弟兄 仅剩老六老七二人存在 老六就是公王 老七就是纯王 纯王宪管神机营事务 以及内务辅助事 不暇再问朝政 公王既冲军基础领袖 又长总理衙门 对付这等谋判之事 本是他的份所应为 当时 一件刘炳章的密店 连连的顿足大叫不好道 报抄在时 因为要打法国的洋鬼子 连带义和的上玉都敢撕碎 他的子孙 既有谋为不轨情势 自在意中 况且 他是第一个忠心勇将 他的下代 必有非常惊人之计 躺一发难 试问谁能抵御 公王想到此地 慌忙面奏慈禧太后 太后不带公王奏弼 也再连称不妙不妙 公王一直揍完道 奴才愚见 自应立即垫覆川都 命他急去查抄 若无形即可疑之处 就好作罢 免有打草惊蛇之举 惹了一班功臣 否则先将暴氏家属就近拿下 也好以此携制他们 太后听说 促额的低声说道 咱们就怕这班将官的子孙造反 从前的吕太后 他若不早把那个韩信悄悄地处死于那卫阳宫中 那座汉家天下 未必能够传到二十四代呢 公王道 此刻 尚在叛计 卫章之际 似乎有些难处 因为长矛造反 本是反对咱们满人 倘若一般忠心名将的子孙 大家抱着吐死孤悲之感 统统群起而攻 咱们的这座天下 那就有些靠不住了 太后又问道 咱们知道刘炳章的身边 不是有个惠补文王怪的徐某人在那儿吗 何以这件事情弄得漫无不止 如此惊慌的呢 公王回奏道 听说徐某出省去打蛮子去了 或者刘炳章没有和他商拙 太后听了忽然一乐 顿时面露笑容起来 公王经问道 老佛爷此时忽有笑容 未知想到何事 奴才与卤 一时莫测高深 太后见问 又是淡淡的一笑道 刘炳章做了几十年的官 一股脑 用了一个姓徐的 姓徐的 虽将那个笑字 看得重于中字 自然难免认体不清 但是既在帮刘炳章的忙 刘炳章是咱们的封疆大员 咱们就有便宜之处在里头了 太后说着 更加献出很放心的样子 又接说道 你既说姓徐的出省去了 咱就知道 刘炳章就仿佛失去了一个魂灵 因此 对于一点小事 自然要大惊小怪起来了 这件事情 若是姓徐的再省 也没事要办法 那就有些怕人 回舟府汪剑 本是一个念了几句死书的文官 怎有这个应变之才呢 所以 咱倒高兴起来了 公王道 这末奴才下去 就叫刘炳章先去查抄了再说 太后点头应运 公王退出 立即一个十万伙计的回殿 说是奉了一旨 这将报抄家里 严行查抄奏文 刘炳章一接回殿 一音没人商量 二音乃是一旨 如何还敢怠慢 当下也是一个十万伙计的电报 打给汪剑 命他照办 汪剑奉到电报 急去会同本城的邪台 就把报抄的那座住宅 团团围住 马上查抄起来 可怜那时的报宅 除了报抄的棺木 停在中堂之外 只有一班妇女小孩 大家一箭奉着前去查抄 自然咯咯下的屁滚尿流 亦是豪哭之声 震达乌瓦 也有长毛杀来的那般厉害 汪剑和邪台二人 一边命人锁了妇女 一边移进屋子的查抄进去 等得抄臂 兵丁牙役等人 呈上一张清单 汪剑接至手中一瞧 直接写着是 后堂枪二十三支 手枪四支 各种子弹一千二百余力 马刀十六柄 大刀两柄 盔甲一副 号一五十六剑 大旗八面 铜骨一架 均号五具 衣箱三十四支 手势四侠 烟土四柜 烟枪十支 烟具八副 玉笔福寿寿字各一副 汪剑尤尾看完 那个邪台 早在一旁跳了起来 发狠地说道 反了反了 这些都是造反的东西 快快 先把这般叛妇砍了再说 汪剑因知这个邪台 曾经当过报钞的清兵的 此时又见他那种貌貌湿湿的样 不禁暗暗好笑 当下便笑着接口道 老兄说话 尚需检点一些 难道太后的玉笔 也是叛妻不成 况且既成清暗 怎么可以未经作文 慰问口供 贸然乱杀起来 那个邪台 听得汪剑如此说法 十八脸蛋一红 没甚言语 起先那般报家的妇女 听得邪台要杀他们 早又嚎啕大哭起来 急闻汪剑在说 未经作文 慰问口供 不能乱杀 自然放心一点 报钞的大媳妇 还却向着汪剑呼冤道 汪大人 这些枪弹 却是先绝业房家用的 直付的丈夫 现往河南岳家探亲 不日就要到北京引荐 怎敢忘记天恩祖德 禁止造反 汪剑听了 便含笑地答道 这件案子 本是有人举发的 按照本朝律例 上欲上面 若有言行字样 便得刑讯 现在本府第一样 对于这些枪制了弹 认为武将之中 应有之物 第二样 看待暴绝爷 却是一位忠心功臣 暂不行讯你们 前后制裁副奏之后 看了上欲再讲 汪剑一边这般说着 一边急命牙役 先将暴施妇女 送往县里 发交补厅管押 那个邪台却不时去 又向暴家大媳妇喝道 你们赶快叩谢府尊大人的恩典 去到县里 好好守法 那只这位邪台大人的一个法字 尚未离口 不妨那个暴家的大少奶奶 抖得走近几步 出那邪台的一个不义 补的一声 吐了他一脸的闲墨 恨恨地骂道 汪大人倒还公寓 我就骂你这个一声复兴贼 你莫非忘了在我们绝业部下 当那小兵的时候吗 汪剑在旁听得清楚 恐怕这位暴少奶奶要吃眼前之亏 所以不等那个邪台接枪 盲命牙役好好地扶着报家妇女出去 然后 又去亲自检查一遍 眼看封屋之后 方向那个邪台拱拱手 回他府衙 办公室去了 现在不讲那个邪台 明明求荣反辱 只得他他肚皮回去 单说汪剑回押之后 击把查抄经过 巨石秉之之台 刘炳章接到宫室 见有枪支子弹 更加怕受失察处分 忙又惦之公王之道 公王又去奏之太后 太后想了半天 方使略先怒容道 国家的枪弹 何等重大 报抄怎敢藏在家里 此事若不重办一下 何以杀意警百 太后说着 更吩咐公王下去 殿知刘炳章 迅速言行审问 暗律承办 公王奉御退出 当然照办 刘炳章一揭此欲 不绝连连叫苦 你倒何事 原来刘炳章人虽忠厚 到底是个汉陵出身 况且也是忠心名臣之一 他与报抄 又是之好 倘若一经暗虑而办 报市全家 便得满门抄斩 莫说自己一时不忍下此狠手 就是一般忠心功臣 文之其事 怎肯甘休 将来 大家向他责难起来 也不得了 刘炳章正在左右为难的当日 那位前玉星军门 恰来觐见 刘炳章先把电玉送给前玉星看过 急问着道 你是此事怎么办法 这不是汪小谭明明来使我为难的吗 前玉星听说 半想不能达出 好一会 方是皱眉的达到 此事真正有些为难 徐阴悟处又不在此地 要么赶紧请他回省一趟 刘炳章摇手道 他在那边 正在打得得手 怎么能够叫他回省 要莫派个妥当的人物 前去取决于他 刘炳章说道此地 又安生叹气地怪着陈石青道 早也不病 晚也不病 他若不病 大家商量商量 也好一点 前玉星便低声说道 我听我的部下说 朝廷真的要办报绝业的子孙 大家一定不服 将来有的麻烦呢 刘炳章听说 即将双手掩着耳朵道 吓死我也 此等逼我为难的说话 我却没有胆子敢听 刘炳章演了双耳一会 一面放下手来 一面又问前玉星道 你说说 看就叫那个去问姓林呢 前玉星道 还是请石青劳驾一趟才好 刘炳章连连点头道 说得不错 说得不错 只有他去 说着 急命一个亲信文案 拿了全案卷子 去教陈石青看过 马上动身 陈石青本来没病 又见事关重大 于是漏夜出省而去 谁知去了粤鱼 上梅信息道省 公王那儿的催性 倒如雪片一般飞至 没有几天 刘炳章忽悠一连接到二十多封电报 一出一看 第一封是直路总督李鸿章 第二封是长江巡悦大臣彭玉玲 第三封是福建总督扬昌赫 第四封是马江传政大臣沈宝珍 第五封是浙江巡抚魏荣光 第六封是福建水师提督欧阳利剑 第七封是西江巡抚李新瑞 第八封是南京总督刘坤一 第九封是在籍绅士三品清贤刘景棠 第十封是济明提督谭壁礼帝 十一封是前湖北提督郭松林帝 十二封是前两怀韵史方赫一帝 十三封是初始应得俄法大臣曾继则帝 十四封是前湖北部正史丽云关帝 十五封是前梁州镇周盛波帝 十六封是丁幽巡抚潘顶兴帝 十七封是前右江镇周盛传帝 十八封是在籍绅士曾泰城帝 十九封是山西部正史聂基地 二十封是前浙江提督黄少春帝 二十一封是前寿春镇郭宝昌帝 二十二封是广东提督苏元春帝 二十三封是钦差大臣楼云庆帝 二十四封是前宛南镇潘顶立帝 二十五封是前钦差大臣唐人连帝 二十六封是晋明提督陈己清帝 二十七封是前台湾巡抚流明传帝 二十八封是浙江海门镇杨气珍刘炳章 匆匆看壁 只见大家不约而同说是 同是功臣 谁无子孙 如此一半 天下凡有功者 无教类矣 迈返献功之人 于等必有以处之 解灵细灵 功好为之 内中有以彭玉玲 李鸿章 潘顶清 潘顶立 周胜波 周胜传 楼云庆 唐人连 杨祁真几个 说得更加决烈 彭玉玲 李鸿章 周氏弟兄 潘氏弟兄 以及杨祁真 还怪着徐春荣 不应助纣为虐 刘炳章只好仰天长虚道 天王我也 说了这句 又自己摇头道 雪晴 西元两个 他们是最钦佩 我们姓灵为人的 怎么也在瞎怪起来 刘炳章刚刚说到此地 忽见一个戈士哈暴露道 徐阴悟处打退蛮子 和陈石青老爷 已经回省 马上就来禀见 刘炳章听说连连地拍着几案道 快快请来 快快请来 不准再在别处耽搁 戈士哈只好又去传话 没有好久 只有徐春荣一人走路 刘炳章一见徐春荣之面 几几乎撞了背音地说道 姓灵你随脚瓶 蛮子回来 我却被大家逼死了呢 汪小谭也是一个骇人精 徐春荣微微地一笑道 老师不必着急 门声已有办法在此 刘炳章扑地跳了起来 一把抓着徐春荣的衣袖道 真的吗 徐春荣将手轻轻一抬 先请刘炳章仍然归座 放在一旁坐下道 汪手前来请示 并不为错 所措的老师应该拍电 问我一声 刘炳章 互把他的大口一张 似要说话的样子 却又急得气喘喘地说不出话来 徐春荣盲问道 老师要说的话 可是汪手前来请示 并不算错 这莫老师 去向公王请示 也不能算错了 刘炳章不带徐春荣说完 忙把他的嘴巴闭拢 跟着拔脚一顿 双手向他两只大腿上 用力一拍到 对罗 徐春荣 应见左右无人 忙不迭地低声说道 这倒不然 难道老师不知道公王是奇人吗 太后却有汉朝旅后之才 不过没有权用出来罢了 刘炳章听说 即把眼睛连眨两下 又轻轻地说道 隔墙有耳 姓林今天 何故如此大意 徐春荣一听此言 方才想到刘炳章身边 却有一个哥士哈 是纯亲王见来的 当下不免一下 幸亏公民之心本蛋 略过一会 也就镇定下来道 此人在此 门人不能说出主意 刘炳章点点头 当下叫了一声来啊 就有几个哥士哈 一同奔入 刘炳章望了一望 不见那个名叫 霍神武的在内 便问道 霍哥士哈呢 内中有个回话道 方才还见他站在门外 此刻不知哪儿去了 原来霍神武 正是纯亲王见来的 起先徐春荣 在说太后向吕后的时候 他已听见 四孔刘徐二人有话避他 他有意脱骨走开 此刻听见智台问他 忙又走入 刘炳章便朝他说道 我要问其将军 讨样满洲波波 你去才好讨来 霍神武听了 盲笑答道 慕恩就去 刘炳章等到霍神武走后 识问徐春荣道 姓林 你是什么主意 快快说来 徐春荣道 老师快快电脱 雪晴公宝 请他约同一班 忠心功臣 由他领衔出座宝奏 太后有了面子 自然会卖这个人情的 刘炳章听了大喜 即将挤上一大碟的电报 拿给徐春荣去瞧道 你且看了再说 徐春荣看完道 这莫老师 就将此意告知他们 他们也好消气 刘炳章 激请徐春荣 拟了副电 说明此事原委 果由彭玉玲领衔 出奏此事 太后赵准 各方方 才不怪刘徐二人 原来浙江海门镇杨祺珍 本是徐春荣的谱地 而且同太夫人代如己子 作书的落地那天 杨夕原誓书 是由海门进省 回完公事 正在告辞 刘炳章太夫人 互向他笑说道 你们姓林盟兄 日内正要得子 你和他亲如手足 大概前去帮忙 杨夕原誓书 连连答应 回至我们公馆 一见先言 便一把抓住道 大哥 你有弄章之喜 何以不告诉兄弟一声 还是忠诚留我来此帮忙 先言大笑道 一个孩子之事 如何可以惊动老弟 我又知道 你们台州的那个王金满 猖獗万分 万万不能以私费功 杨夕原誓书道 不要紧 王金满已经闹了多年了 也不在乎这几天 况且此人 非得大哥前去智取 恐怕不能由兄弟力敌的呢 先言听说 方流夕原誓书 在家照料 后来西元誓书眼见议员入室 他就大惊起来 还是先言叫他守密 他才等作书的落地之后 回任去了 他的继配杨氏太夫人 更为先祖比同太夫人所钟爱 当时直称同太夫人为母 不加示意字样 先嫡母汪太夫人 先恕母葛太夫人 先胜母万太夫人 家四恕母刘太夫人 同时也和杨太夫人十分知己 亲同姊妹 四后先言由刘炳章太夫子 奏调到川 从此与杨家 便没往来机会 即至光绪十八年九月 先言由川请假回籍 西元誓书 可巧先一月 升了福建水师提督 到任去了 以后呼呼四十年来 不通信息 直至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三日 暴日攻我扎北 作书的微作斗士 编辞 曾佐彭三杰传时候 呼接西元誓书的长孙公子 名叫祖贤 好教授之的 既来杨氏重围 既念二级一册 又习音宣愁唱级一册 其我提诗 方氏解此一段前因后果 现在皆说 先研办好那桩公案 彭玉玲 李鸿章 潘氏弟兄 周氏弟兄 杨奇珍总政 都向先研道歉 汪剑也向刘炳章谢罪 又向先研诉说他的苦中 似有告退之意 先研安慰再三 又去告知刘炳章 刘炳章 一经先研告知 也去为刘汪剑 附幼自人月老 便将汪剑的长女 明秀仙的 聘给作书的 三女明贵仙的 聘给作书的第三个包地名 梁生的 我们弟兄二人 现在成了连京 不能不感激 这位太夫子之情 后来先月汪剑 又升了成都首府 就在那时 成都省里 又到了一位钦差 出了一件天大的案子 正是 川都虽教授秘密 清廷却已起一心 不知就是一件什么案子 且跃下文